大家好我是天宝哥 欢迎观看游卓马全为您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一周投票 人类之所以进步就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险境 如果在心里播种一颗敢于尝试的理念 在自己的经历的一程又一程中 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最终将带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事 星期一抢先曝光 200只粉红老鼠攻陷新加坡市中心 眼睛一闭一睁 鼠年要来了 这辈子和老鼠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 我害怕被咬到不敢碰 有一个胆子大的女生特轻蔑的口气笑话我 这么可爱的小白鼠怎么会咬人呢 你把手放在它的嘴边都不会咬你 不信你试试 就这样我被实验室的老鼠咬了一口 刚想问老师会不会得鼠疫 就眼前一黑晕倒了 老师紧张极了 又是人工呼吸又是心脏复苏 把我救醒后 我好感动 老师亲切的急迫的问我 实验小老鼠吃的是中草药饲料 喝的是蒸馏水 完全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 你没啥病吧 星期二突发 四名中国船员失踪生死不明 开往青岛的游船在新加坡海峡一遭打劫 一提到海盗 大家的印象通常是戴着眼罩 大胡子 一只手装上勾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海盗总是戴着眼罩 真正的原因是水手必须经常在漆黑的甲板下 和明亮的阳光下 这两处地方变换位置 聪明的海盗在一只眼上戴着眼罩 就能保证有一只眼始终能适应黑暗 如果战斗爆发 海盗必须转战到甲板下面 那他只要把眼罩换到另外一边 就可以马上在黑暗中恢复视力 不信你试试 在晚上时候或者是你在一个暗室 先用手遮住左眼 遮个三十分钟 然后你到暗室里走一会儿 刚才你都用右眼在看嘛 现在你就是先用右眼看 正常来说你会什么都看不到 对吧 然后神奇的事情来了 你张开左眼闭上右眼 哎呀天哪 你就会发现了是不是像开了夜视镜一样 星期三张一机场这家麦当劳营业16年 承载无数新加坡人的记忆 如今说关就关 好像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改造或者修建新机场 比如新建的北京新机场位于 天津武清北京大兴和河北廊坊交界处 新机场的命名成了一个难题 如果叫大兴机场天津人会不高兴 如果叫武清机场河北人也不高兴 有人处出去说不然一个地方取一个字试试 武清大兴廊坊 一个地方取一个字那就叫 武大狼机场 这邪音可是大名鼎鼎啊 星期四日环时大波美图涌出 新加坡刚刚经历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先科普一下 日时其实就是月亮转到太阳与地球之间 发生的一种现象 周四那天我的朋友圈简直被这事给抓爆了 第一开始我还很奇怪 刚刚晴了没几天咋又要下雨 看大街上都仰着头看 我也仰着头看了半个多小时 啥都没看见眼都快刺瞎了 倒是这多年的颈椎病给治好了 不信你试试 不过下一次要等到2063年了 星期五 抖音为了摆脱中国形象 要把总部搬来新加坡 抖音火了 如果没有赶上这个风口 感觉自己又错过了好几个亿 做什么事情都有套路 天宝哥给你总结了 八条经验 想火的可以试试 一 名人视频 自带粉丝和热度 二 有言人性 花是爱的抖音小助手 求推荐 三 唱歌跳舞秀才艺 四 情侣道 一个装傻 一个搞笑 五 美食美景 潦骚吃瓜群众 六 化妆卸妆打扮 前后巨大反差对比 七 外教搞笑教学 八 研制不够 刀具来凑 综上所述 反正有才华的人会发光 聪明平庸走套路 更多的是莫名其妙被carry 星期六 日环时候 新加坡榨出大批脑洞网友来捉腰了 那些脑洞跟不上的 可以拿几转弯试试 伐还想自杀 白娘子说 那你咬我一口吧 为什么 因为咬蛇自尽 什么蛇生命力最强 那是三寸不烂之蛇 在白色传中 青蛇长得比白蛇好看 为什么许仙却选择了白蛇呢 因为是白蛇转 白蛇转 白蛇转了 是不是现在人的脑洞太开了 提到捉腰 在六七十年代 人们普遍认为 法海是为了捉腰 才囚禁许仙的 在八九十年代 人们基本上认同 法海是因为喜欢白蛇 才为难许仙的 但到了21世纪 大众几乎都觉得 法海是因为想得到许仙 才会与白素贞大打出手的 感谢观看一周头条 以上您看到的所有言论 属于天宝哥所扮演的天宝哥 与天宝哥本人立场无关 如有雷同 怎么可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